记者郑伟齐台北报道,机师可说是航空公司全年无休都在招募的人才,为提升台湾自行办理飞行训练能量,扶植国内航空人员训练机构,交通部针对训练机构在飞行训练中的重要项目,处得重飞,Touch and Go,调降其国内航线降落费的费率标准。 依据飞机重量不同,降落费用最多可减少40%,若以安捷飞航训练中心为例,每年约可省下73万元降落费用。 国内唯一有执行数科训练的飞行训练机构,目前仅安捷一家而已,目前有邦华信航空、台湾护航等国内航空公司代训机师。 处得重飞是其重要训练项目之一,且所需飞行次数甚多,每趟飞行几乎都要执行三次至五次。 去年安捷进行处得重飞训练,总计多达27000价次,每年降落费用都要支付数百万元。 因此,业者曾跟民航局建议,希望吊讲训练时的降落费用。 交通部民航局表示,经过评估之后,认为站在扶植民航训练机构的立场,吊讲训练时的降落费用,能让业者营运条件更有利。 借现行航空公司在执行训练飞行时,虽然次数较飞行机构少许多,但其降落费用有约五折优惠。 因此,决定吊讲经民航局核定,从事处的重飞训练飞行的飞机降落费。 昨日起吊讲训练出的重飞飞机降落费税后,飞机重量2万公斤以内,每千公斤收费从66元降为40元,超过2万公斤至5万公斤内,从99元降为60元,超过5万公斤至15万公斤内,从121元降为73元,超过15万公斤,从135元降为81元。